以传教之名行淫邪之时 蔑氏法律迎娶78个妻子 还明目张胆建立地方集权 搜刮人民的财产 到底是谁权力大到这种程度 如此的无法无天 为所欲为 欢啦啦我是萨比 今天要讲的是一部关于邪教的影片 乖乖听话 邪教中的祈祷与服从 摩门教基要派 是摩门教的一个分支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 摩门教摒弃了一夫多妻的传统 但仍然有一些一夫多妻的拥护者 不愿意改变现状 于是他们被逐出了教会 发展成了摩门教基要派 摩门教基要派有一个核心理念 妻子和孩子越多 以后在天堂里的位置就越高 每个男人必须拥有至少三位妻子 才能获得最高荣誉 创造灵童 创造地球 星系和宇宙 甚至可以成为神 如果不遵守教规 就会被谴责下地狱 细胞化为乌有 而服从就会得到救赎 进入天堂得到永生 能娶几个妻子 对方是谁 有没有资格得到永生 一切问题的答案 都是教会的最高领导人 先知说了算 先知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人 他说的话全是上帝的旨意 而且先知是不会死的 老了以后能重新变为年轻的样子 玩弄一切物理规则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荒谬 但是总有教徒对此深信不疑 把这套理论当成了毕生信仰 小心翼翼地践行着教条 教会的生活是封闭的 因为只有封闭才立于先知管理 所有的教徒都不允许出去看电影 去游乐园或是任何公共场所 他们被隔离起来 禁止接触外面的世界 洗脑要从孩子抓起 教会建立了自己的专属学校 印刷了立于统治的课本 还篡改了许多课程内容 添加了我们叫基奥派的教条 删除了启蒙心智的东西 因为这里不需要聪明人 只需要乖孩子 学校曾经有过来自外面世界的书 但很快就被收走了 就算有些书本能幸存下来 也会被阉割掉某些章节 例如科学课本里 有关繁殖和新系的内容 因为和教会宣扬的不同 所以不允许存在 更夸张的是 教会定制的书籍里 有一本是专门给女人看的 里面明确禁止 女人有任何思想 尤其是喜欢某个男人的念想 在这里 女人无才便是德 她们不允许上学 也不允许工作 被教导要时刻保持温柔 不允许反抗父亲或是兄长 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财产 也是教会的货币 她们该嫁给谁 都是由先知统一分配的 就像物物交换一样 所以很多父亲 会庆幸家里女儿多 这样就能贡献给其他男人了 贡献值越高 地位越高 先知就越开心 自己也能争取到 多取一个老婆的名额 劳艾德有两个妻子 大老婆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 生了九个孩子 二老婆是先知分配的 生了十四个孩子 艾劳德想不通 她是个成功的商人 经常给教会捐钱 还无偿贡献了她 工程师的专业知识 但妻子的数量却不如别人 于是 她把十九岁的女儿 利贝卡送去了先知那里 请先知 按照神的旨意分配 让艾劳德感到自豪的是 利贝卡最终嫁给了先知 但是那时 先知已经85岁了 艾劳德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迎娶了第三位妻子 少女们幻想遇到一个白马王子 最后却嫁给了一个糟老头子 先知家里摆着所有妻子的照片 按照结婚的先后顺序排列 每天晚上 几十个妻子都会在先知门口排长队 轮流给她说晚安 先知就像雪妃一样 今天看谁顺眼 就让她留下来士气 很多十几岁的女孩 并不懂那意味着什么 她们以为 男女亲吻就会有孩子 但先知却让她们张开双腿 女孩们忍受巨大的痛苦 好不容易熬到睡着 半夜还会被吵醒 照顾先知上厕所 洗澡 吹头发 擦身子 如果不小心采了先知的氧气管 还会被她大骂一顿 利贝卡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但她很聪明 事情的时候主动给先知捏脚 让她舒服地睡着 然后安全地度过一夜又一夜 但这个方法很快就不起作用了 先知后宫家里几十个 子女更是多到数不清 为了争夺王位 总会有一些妃病开始使心机 其中就有一个叫玛丽莲的妃子 她逼迫儿子们去讨好先知 这样就能成为下一届领导人 玛丽莲尤其关爱儿子沃伦 因为沃伦的出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她是个早产儿 有很大风险夭折 但上上一届先知告诉玛丽莲 沃伦是个特别的人 她一定会活下来 沃伦小时候是个内敛乖巧的孩子 聪明好学成绩好 但不知道怎么了 沃伦越长大越黑化 十几岁的时候 她和家里的姐妹们暧昧不清 其他兄弟看在眼里 心里特别恶心 毕竟同父异母的兄妹 身上留着一半相同的血液 这样搞不就是乱伦吗 他们把这件事汇报给先知 先知竟然视而不见 也许她也相信沃伦是个特别的人 所以才会用冷处理的态度 溺爱纵容沃伦 之后先知把沃伦推上了 教会学校校长之位 沃伦掌握了权力就开始变本加厉 她提上女人要完美的服从 任如发丝 这句话的意思是 即使你被一根头发丝牵着 也要保证不会弄断它 多么荒谬的规矩 就像历史倒退了几百年 女人连人全都没了 先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最后因为中风进了医院 她脑子不清醒 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妻儿 沃伦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 耍心机 管手段 就是为了在先知生命的最后一刻 把教会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沃伦做的第一步 就是趁机赶走 先知身边所有的亲信 控制教会的一切 这样一来 沃伦就可以将自己的意志 谎声是 先知在发号施令 让教徒们听命于他 终于熬到先知驾崩 沃伦野心勃勃 想要做上王位 但兄弟那么多 况且他只是个数字 不是敌长子 也没有先知的传位御旨 沃伦名不正言不顺 他该如何让教徒心服口服呢 首先 沃伦一手策划了先知的葬礼 在开关养瞻的环节 他禁止其他子女接近 只留自己一人 守在先知的棺材旁边 这样教徒们错以为 沃伦是先知选中的太子 葬礼结束几周后 沃伦开始模仿先知说话的样子 就好像先知重获新生 借用了他的身体一样 而且在上位之前 沃伦不会直接表现出自己的野心 因为这会给人一种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的感觉 等时机一到 沃伦就开始编造故事了 他让先知的妻子们走上蒋台 告诉众人他们做的梦 受迫于沃伦的淫威 他们只能乖乖讨好 说沃伦就是下一届先知 就好像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 为了彰显自己做上皇位 是顺应天命 都汇编故事来神话自己 新朝皇帝王马就曾经做过这种事 他命令人克服命时 马为帝 来掩盖自己谋权篡位之时 沃伦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散布世界末日的谣言 他说 沃伦城奥运会开幕式那天 地球会被大火灼烧 只有一小块土地将被抬起 免于灾难 足够忠诚的教徒 才有资格去那块土地 才能活下来 而他所谓的避难处 位于犹他和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处 肖特克里克 这里人烟罕至 离文明很遥远 而且交通不便 难进难出 说白了 挑这里就是方便沃伦管控的 但教徒们无脑响应了沃伦号召 卖掉了房子 放弃了生意 脱家带口 组成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 终于来到了肖特克里克 结果 他们等阿等 并没有等来世界末日 沃伦对此的解释是 这只是一次测试 上帝会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世界末日还是会来 但不是今天 只有保持温柔 变得更服从 才能成为上帝选重的人 才能免于灾难 沃伦利用了 人们对末日的恐惧之情 对上帝的敬畏之心 对信仰的坚信不移 对上天堂的深深渴望 把教徒们圈养起来 就像牛羊一样 然后一步一步加强控制 把这种高度集权 转化为金钱 权力和信 教会搬迁到了肖特克里克以后 这里变成了 整个美国最无法无天的地方 小镇全是教会的人 沃伦垄断了所有的房产 组建了自己的消防局 搜救队 甚至亲自挑选了警察 所有暴力机构 全由他一手掌控 对教会里的男男女女 沃伦有不同的管理手段 先知死后 沃伦不仅继承了皇位 还继承了先知的后宫 这也太回三观了 上一个这么搞的 还是唐高宗李志 在沃伦的专制独裁下 教会的规矩越来越多 管控越来越严 生活越来越死气沉沉 娱乐是不被允许的 动物园 戏剧 录像和枪支都被禁了 而且增加了很多 针对女性的规矩 不让穿牛仔裤 樱花衣服 甚至不让穿红色 只能穿长内衣 上遮手腕 下过脚底 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更加离谱的是 女性的头发 必须梳成规定的款式 每一根都要服服帖帖 就像他们 对男人的态度一样 不仅女人的地位卑微 很多年轻男人 也遭受了打击 为了维持 一夫多妻的制度 为了保证 每一个老男人 都有多个妻子 教会里 大量获胜的男孩们 都被沃伦强行驱逐 流浪街头 无家可归 教会里的老男人们 并不都能安享晚年 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成了沃伦的眼中钉 劳艾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教会外的世界 上过大学 获得过新型子弹的设计专利 未被包克 发明了便携式眼影炉灶 沃伦觉得他具有威胁性 于是想方设法对付劳艾德 他先是剥夺了 劳艾德在教会里的职位 然后拆散他的家庭 劳艾德的三个妻子 和众多孩子 都被赠送给了其他男人 劳艾德原本是个成功人士 经营着一家生意红火的公司 专门为航天飞机制造零件 沃伦不仅把他赶出了教会 还没收了他的公司 和公司账上剩下的所有钱 沃伦把教徒们的生意 全都占为己有 包括农业 制造业和建筑业 知名客户 甚至有沃尔玛和亚马逊 每个月收益高达数百万美元 拥有众多产业以后 沃伦把教徒们 当作取之不尽的免费劳动力 人力总共分为两批 第一批留在教会旗下的公司 第二批被卖往其他地区工作 不管是哪一种 都只是沃伦的赚钱工具而已 为了权力和金钱 沃伦犯下了太多明目张胆的恶 而且天高皇帝院 几乎没有人能制裁他 沃伦越发嚣张 搞女人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他打起了未成年人的主意 在教会里 但凡有点主见的女孩 都会被沃伦安排早早结婚生死 这样就能用家庭和孩子 把女孩们禁锢住 路比在自己十二三岁的时候 迷上了一个男孩 乔 碰巧的是 乔也觉得路比很可爱 他们两情相悦 偷偷在半夜电话聊天 一聊就是一整晚 他们憧憬着未来 以后结了婚要做什么 孩子叫什么名字 有时甚至不说话 只是安静地听彼此的呼吸声 就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路比的哥哥 私藏了一个随身厅 路比会带着他 翻越一座小山坡 来到乔的家附近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播着禁忌的歌 想着不被允许的自由恋爱 两人唯一的希望 就是某一天上帝能告诉沃伦 他们命中注定要结为夫妻 路比终于在他14岁的时候 等待了沃伦的消息 不过新郎不是乔 说到这里 路比已经哽咽 他暂停了访谈 独自在门口抽起了烟 结婚前两天 路比才知道他要嫁的人是自己的表哥 路比打电话给远在盐湖城的乔 让他来接自己 然后一起私奔 但是乔根本没有勇气 他刚当上祭祀 还想要沃伦带他上天堂呢 在大好前途和永生面前 爱情算什么 另一个女孩叫埃丽莎 是丽贝卡的妹妹 爱丽莎也是14岁的时候 被许配给了她的堂哥 堂哥既刻薄又粗鲁 爱丽莎从小就很讨厌她 和教会里其他女孩不同 爱丽莎很有反抗精神 她对沃伦的命令说了不 可就算有勇气拒绝 爱丽莎也无法改变什么 结婚那天 爱丽莎哭得气不成声 根本说不出我愿意那句话 妈妈死死拽住她的手 仿佛心里充满了绝望 那一刻爱丽莎才明白 结婚这件事 不只关乎神对她的救赎 也关乎她妈妈 一向叛逆的爱丽莎 也终于向命运低了头 比起肉体上的稚骨 精神上的束缚 才是困住人的关键 上一眼先知死后 丽贝卡的生活也没好到哪里去 沃伦向她步步紧逼 让她重新嫁人 丽贝卡对婚姻已经绝望 根本不愿再重蹈覆辙 她脑子里闪过逃离的想法 但下一秒 她又立马清醒过来 甚至还捂住了嘴 因为她相信 上帝能读懂她的思想 教会里有无数个丽贝卡 他们都曾动过走的念头 但是没有一个人真的离开 他们经济不独立 被灌输外面的世界很凶险的观念 而且走就意味着和家人分开 意味着死后要下地狱 那段时间 丽贝卡的内心很纠结 但思来想去 她也不愿意再婚 于是 她打电话给之前被赶出教会的哥哥 在一个周日的清晨 丽贝卡趁着看守最松懈的时刻 翻过栏杆逃跑了 出去以后 她在一间餐厅打工 努力在这个世界站稳脚跟 刚开始她很不习惯 但更多的是自卑 丽贝卡今年26岁了 她丝毫不懂化妆和穿搭 也对人们谈论的话题一无所知 更没看过当时大日的老友记 丽贝卡很孤单 她想念家人和朋友们 也很担心妹妹爱丽莎 但她没办法回去 因为她已经成为了教会的叛徒 婚后的爱丽莎拒绝和堂哥同房 但堂哥说 那是她的权利 也是爱丽莎的义务 坚持要发生关系 当时的爱丽莎根本不懂 什么是强奸 什么是侵犯 因为在教会里 从没有人会用这些词语 完事之后 爱丽莎躲在厕所哭了一整晚 她不明白 为什么上体要让她如此痛苦 爱丽莎跑去向沃伦求助 但沃伦不仅对她的遭遇视而不见 还要求她学会顺从 路比也遭受了同样的伤害 幸运的是 她的哥哥也被赶出了教会 有人能在外面的世界 拉她挣脱泥泥 路比跑了 搬去和哥哥一家人住 她第一次体会到外面的生活是多么自由 这天 路比去河里游泳 她穿上了在教会从不敢穿的性感泳衣 在安城湖中徜徉 突然 她看见乔出现在岸边 想要接她回到教会 路比不愿意再过地狱般的日子 非常强硬的拒绝了 但乔告诉她 回去 两人就能如愿结婚 路比这才答应下来 回去以后 路比满心欢喜 等了很久很久 都不见乔的踪影 她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骗了 乔在采访里坦白 是沃伦要求她这么做的 因为路比才刚满15岁 如果泄露了同期的事 沃伦就会完蛋 瞧 又一次背叛了路比 她说自己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这句话又有几分真心呢 沃伦驱赶了众多教徒 教会的丑闻 也慢慢流传到了外面的世界 有一名叫做麦克的记者 听到了这个事情 立马扛着摄像机 跑去肖特克里克 但这里是沃伦的地盘 当地的执法机关做事不管 政客又袖手旁观 麦克走投无路 决定去寻找受害者 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是一个已经脱窖的女孩 女孩在还没成年的时候 嫁给了一名32岁的警员 成为了她第三个妻子 而且在16岁时 就已经怀孕生子 身为一名执法警察 执法犯法 不仅重婚 还强奸幼女 报道一出 公众开始关注这件事 法院也采取了行动 判定了警员的罪行 局势从此开始扭转 州检察官公开发表讲话 要惩治那些伤害儿童的人 听到风声后 沃伦落荒而逃 正遭遇外忧 沃伦很怕又面临内患 所以必须巩固同志 不管手段有多残忍 虽然沃伦消失了 但她在教会里安插了眼线 眼线的日常任务 就是走访各个家庭 确保他们乖乖听话 不做经济的事情 而且墙上必须挂着沃伦的照片 不仅如此 沃伦还在小镇各个角落 装上摄像头 会议室里 灯柱子上 大马路边 还安置了鸽子龙 把人们圈禁起来 几个月后 沃伦终于露面 他一来就搞了一场大清洗 他打着上帝的幌子 铲除了教会里 21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其中4人 还是沃伦的亲兄弟 这些都是镇上 既聪明又有权威的人 包括有资质的老师 有技术的医生等 沃伦毫不留情地 给他们扣帽子 说他们有谋逆之心 想要抢夺上帝的天国 然后瓜分了他们的妻儿们 把无数个大家庭 搞得分崩离析 我们叫基奥派的人 都相信末日浩劫 如果一个人政治善良 死后就能达到天国 西安 西安有金色的街道 肥沃的土壤 无尽的快乐 每一个教徒都梦想着去那里 突然有一天 沃伦告诉大家 人间就有西安 但只有天选之子能去 于是大量的青少年和女同们 被迫和父母分开 前往德州的埃尔多拉多 之前沃伦消失 就是逃到这里来买地皮 还要打造所谓的西安 沃伦之所以选中青少年 是为了利用这些免费劳动力 来修建西安 而带来女童的目的 就非常的肮脏恶心了 她要在这个 没有成年的地方 培养同妻 警员的事情过去后 那些关注案件的正义使者 顺着线索查到沃伦 侦探 记者 报社负责人等等 都在努力搜集证据 希望有朝一日 能把沃伦这个始作俑者 送进监狱 但这件事情难度很大 因为没有受害者敢站出来 忤逆自己的父亲 兄弟 叔父和领袖 正当事情没有进展的时候 爱丽莎出现了 原因还得道婆去讲 之前爱丽莎遭受 堂哥的侵犯和虐待 多次求助沃伦无果 她觉得人生充满归案 直到一个叫拉蒙特的男人出现 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亮光 两人在路边偶遇 开始了一段禁忌之恋 但好景不长 堂哥发现了这件事 立马高到沃伦那里去了 于是 爱丽莎成了一个 和别人通奸的当妇 在摩门教基要派的教条里 通奸属于重罪 是要下18层地狱的 继续待的教会 也是死路一条 爱丽莎非常果断 决定和拉蒙特私奔 不得不说 拉蒙特是个好男人 没有像乔那样自私自利 背信弃义 她带着爱丽莎 逃到了另一个小镇 过上了属于二人的幸福生活 没过多久 姐姐丽贝卡联系上了爱丽莎 鼓励她去报案 这件事只有爱丽莎能做 因为她被迫结婚的时候 还只是个未成年人 想着家里还有两个小妹妹 爱丽莎鼓起了勇气 爱丽莎一举报 沃伦从高高在上的教会领袖 变成了一个在逃通缉犯 但抓捕沃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教会里大量的追随者 会给沃伦提供手机 伪装道具和源源不断的资金 因为这件事在教徒们眼中 是一场异教徒的迫害 教徒们有严格的KPI 每人每周要贡献1000美金 每周运送30万美金给沃伦 他们连饭都快吃不起了 也要变卖家产 刷爆信用卡 只为支持他们伟大的精神领袖 然而在沃伦逃跑期间 他一直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他穿着异教徒的衣服 带着受宠的妻子们 游玩迪士尼乐园 去了电影院 参加新奥良的狂欢节 进了脱衣舞俱乐部 搞了一辆哈利摩托车 还在酒店里和妻子们一起看 颜色小电影 而这些异教的东西 都是沃伦本应该嗤之以鼻的 很快 沃伦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他被一名交警认出 抓回了橘子里 法官判定沃伦犯了共犯强奸罪 协助他人强奸幼女 刑期只有短短几年 这不是最理想的结果 沃伦这种人间祸害 必须把牢底捉穿 于是周警和周检察官 决定继续深挖沃伦的罪证 可笑的是 尽管沃伦人在监狱 却依然能远穷不到 掌控整个教会 沃伦每周打一通电话 人们聚集在教堂 用免提接听 电话里传来神秘又空灵的声音 教徒们觉得 那不像沃伦在讲话 更像是上帝之音 也就是说 被抓进监狱以后 沃伦的领袖官还莫名加成了 一天 儿童保护中心 接到一通匿名举报电话 举报人自称是西安的一名教徒 16岁就被迫做了母亲 而且现在正遭受虐待 儿童保护中心立马出动 到西安寻找这名受害者 人没找到 却发现了大量少女们写的日记 他们还没成年 就写了很多关于怀孕的事 最后 警方追踪了来电号码 发现这竟是一通谎报电话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必须立马行动起来 保护这些孩子们 儿童保护中心联合州警察 把西安的416名孩子 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但在教徒眼中 这是一场异教徒的阴谋与迫害 那些穿着制服的警察 就是身着黑衣的魔鬼 在媒体面前 教会里的母亲哭哭啼啼 声称执法机关 拆散了他们的家庭 博得了大量的图情 为了把沃伦救出来 他们集体发挥 保持温柔的教会精神 在镜头前使出百般武艺 说话在甲子茵 一脸委屈下 还微笑着撒谎 说在教会活得很幸福 也从未有过 成年人结婚的事 估计沃伦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舆论的力量这么强大 其实并不是这些妇女有多心机 而是沃伦已经花了重金 串通好了黑心律师 逼教徒们统一口径 否则就是背叛先知 舆论迅速改变风向 变成了德州执法部门 大规模绑架教会儿童了 最后 儿童保护中心顶不住压力 把孩子们放回了教会 尽管这样 州警察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依然在 孜孜不倦地寻找证据 这时 事情又出现了转机 串通了一条线索 她还是上一届先知的妻子时 发现教会有详细的资料库 里面登记了每一个人的婚姻信息 如果能找到沃伦藏资料的地方 就能拿出捶死她的铁证 利贝卡猜测 这么重要的东西 沃伦大概率会放在新修建的圣殿里 毕竟那里没有人进去过 警察立刻展开行动 强行闯入圣殿 终于在地下室里 找到了一个大金库 里面摆放着各种记录 藏着沃伦所有的秘密 开图那天 沃伦不仅被指控 安排了67场未成年女孩的婚姻 她自己也参与了未成年人强奸 检察官在法庭上 拨换了一盘录音带 里面诠释沃伦拿着上帝的名义 信心而通的过程 她教导未成年女孩怎么抚摸 怎么感受兴奋 逼迫女孩们主动 还必须要面带微笑 外界终于看清沃伦的真面目 一个扭曲病态的恶魔 现场10名女性陪审员 2名男性陪审员 听完录音以后 每个人都想跨过栏杆 亲手掉了沃伦的命 沃伦强奸幼女 年龄大的15岁 年龄小的只有12岁 而且她娶了78位妻子 其中24个还没有成年 最后法官判了沃伦 100多年的重刑 让她后半辈子 都在监狱里度过 正当我们以为 这是一个坏人被惩罚 受害者被拯救的正义故事时 现实有一次啪啪打脸 那些从小就被洗脑的教徒们 依然选择留在了教会 追随沃伦 信奉他们的教条 看完电影后 我迅入了沉思 这些狂热的教徒 也许并不全是教步行的人 他们把信仰当作一种借口 把所有的私欲 都归咎于上帝的旨意 就像司马迁 在史记里写的那样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不管是先知 还是教会里的男人们 都是既得利益者 为了满足信誉 强奸妹妹的堂哥 为了前途和永生 背叛爱人的乔 为了多娶一个妻子 把女儿献给老头的老爱德 他们心甘情愿追随恶魔 只是因为 他们得到了好处而已 他们被驱逐 被剥夺权力 被没收棄而后 才会坐在镜头前 批判一副多妻制度 真正站出来和恶魔对抗的 注定是处于食物链最底端 那些被压榨的女性们 她们不畏权力 不畏金钱 只为帮助千千万万个 魔门教基要派的受害者们 让她们重新审视 自己被灌输的信仰 有醒来的意识 有重新开始的勇气 因为人生来就应该平等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和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视频就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